有些人問去私家醫院或政府醫院生會比較安全 如果要比較私家醫院和政府醫院 最主要就是病床的密度和人流的分別 私家醫院當然沒有那麼擠迫 病床和病床之間的距離都會比較鬆動 相對來說 傳染到疾病的機會也會比較小 有些媽媽想問還有沒有可以陪產 雖然政府醫院已經停止了陪產 私家醫院的陪產政策和担保時間 都會隨著疫情有所改變 所以準媽媽最好隨時更新 她自己準備去訓練私家醫院的政策 可能可以上醫院的網站 或者打電話去醫院查詢 數據 公司 遊客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